你是我的航标 一路朝阳迎来大结局 大家都非常的不舍 想看木光夫妇真正的在一起 想看他们复合后的热恋日常 因为这一对真的太好磕了 年龄差完全被忽略 一开始还被不少网友嫌弃 说黎光更像是木家的爸爸 若是真心相爱 真的可以被忽略被忘记 这么有魅力的大叔 木家对他也是越来越迷恋 两人是接触的时间越长 感情越深 真的是把彼此爱到骨子里 所以分手的时候才会那么的痛苦 黎光说这辈子都没这么难过过 木家也从来没有这么后悔过 后悔撒开了手 因为太思念太想见到他 分开的这段时间两人都成长了 木家让黎光看到他可以独当一面 可以是被他宠在手心里的小女孩 也可以是跟他同舟共计的妻子 过去的黎光为木家的事业买了很多的账 包括这次莫愁园林的第三轮融资 如果不是木家黎光是不会投的 由于令达的一意孤行 将公司提前置于死地 黎光的投资也打水漂 估计他又要被董事会问责 所以木家就更不能认输 为了自己也为了黎光 为了那么多不离不弃的同事 木家找到新的项目 带领莫愁破茧而出 在业界慢慢站稳脚 不仅木家拿回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还拿到了第一笔分红 黎光的投资也有了高回报 董事会的那些人再也不会说什么 只会对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刮目相看 木家用实力证明自己 黎光为他感到骄傲 顶峰相见重新认识彼此 当重新走到一起时 感情会更加稳定 你们是否喜欢这样的大结局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